今天最特別的就是邀請到 我們最帥氣的辛柯伯伯 也是我們兒蒙的愛心大使右盛 綠麟現場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右盛的號召呢 能夠讓更多朋友來加入這次愛心的活動 今年特別以真實故事改編 拍攝了一部公益微電影 叫做一起回家 具體呈現出這些出養兒童的心路歷程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欣賞 這部公益微電影的首播 一起回家 小心一點 Keeley來 爸爸來了 我們先吃飯了 趕快來 爸爸來了 她 Large 坐到再去 發現再不錯 我要去坐 對 她去坐 点完 就在一個人 我都在放下了 等一下 或者說 ngh� 回應 有 なんか 有 變 先為牌生祝養人每個月六百元的捐款 幫助他們在等家的過程中受到最妥善的照顧 讓愛女的伴侶不見斷 我是宥盛 邀請你跟你們一起伸出援手 守護等家寶寶的幸福 祝我長大幫我找家 我們的兒謀安心大使宥盛 那麼歡迎宥盛上台跟大家分享他的心情 歡迎宥盛 請宥盛跟大家打聲招呼 哈囉所有現場貴賓執行長 還有所有看助商 還有媒體朋友們好 我是這次的兒謀的愛心大使宥盛 請宥盛真的是大家口中的暖男爸爸 每次發揮愛心的不落人厚量不遺餘力 最後看到你的呼籲 那剛才看到那段愛心的公益違辯 你一起回家 看完以後有什麼樣的感想 心情非常不好 這才蠻沉重的 對就是以前就看過 因為以前跟兒波林盟就有溝通過 其實我都知道兒波林盟就是在照顧很多出養的小孩 然後找一個新的一個收養家庭 可是現在當爸爸了 感覺不太一樣 應該說最大差別是 我可以從這些小孩的眼神裡面看到 他們需要什麼 他們在說什麼 因為我雖然小孩現在才五個月大 但其實那種交流是 尤其是孩子 他們是很單純很純真的 他們現在所吸收到的一切 全部是由身邊來的能量 那這種能量 其實它很重要的是陪伴 它很重要的是關愛 如果沒有這些 其實在它整個生長的過程中 它會有很大的一些 你要說缺憾或是一些洞 就是那些洞會在未來 它長大以後會不斷的要去集群 以至於它的行為會有很多的 很多的我們可能所謂比較非社會化 或是大家看到很多社會世界是來自於這裡 所以兒波在做這些事情 我是覺得非常棒 然後非常感激 但是經過執行長 經過季養媽媽的說明 其實我都覺得我是一個外人 我覺得相對於這些專業的人士來講 我真的做不了什麼 因為光聽到這些小孩背後的故事 光看到這些小孩狀態 我覺得我應該都承受不了 更何況去了解他們照顧他們 所以我覺得我能夠在這裡呼籲大家 在我自己的能力裡面 給予一些資助 對 給予一些關係 然後讓這麼專業的團隊 來照顧這些小孩 我覺得是我的榮幸 所以很謝謝你們 謝謝